在滿各項物資的大貨車 緩緩開進和平籃球館停車場 布置7月吉祥孝親祈福會 北區場次的場地 雙北兩地出動了 11個和氣的志工人力 我們在家裡都已經把 每個人應該負責哪裡哪裡 我們都有規劃出來 每條動線都有 都有人負責 那這樣的話才會順暢 一輛輛貨車上 各自堆滿了不同物資 有佈置用的竹子 慈濟旗 屏風 也有演藝人員用的桌椅 茶水保溫桶和靜絲中骨 志工分批卸貨 來回好幾趟都沒喊淚 習慣就好 不會感覺說很苦 做得好像都滿歡喜的 滿開心的 腰有痛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動一動 做這樣也是一種運動 這次用的 很多的竹子的素材 那竹子的素材是非常難控制的 所以有祈禱他乖乖吃水 需要給人會做清涼清淨的感覺 除了機動組志工在演藝現場忙碌 法師邀約組也往返普里和竹北等寺院 親自邀請法師參與 慈濟每年在吉祥月舉辦的盛會 他們都非常的忙 但是他知道我們這個活動是有教育的效果 在整個七月呈現出這種孝道 度得重要 所以非常感恩這些法師願意在百忙的七月 來接受我們的邀請 吉祥願 起善 傳愛 志工和合戶協大動員 成就殊勝法會 也祈求社會平安 大家新聞這是美志工 台北報導